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 大家还可以猜猜视频中 映影出的角色他是谁 当然现在本期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今天豪哥跟大家聊一聊 高思忠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豪哥给他取名为高斯奥特曼与孕妇怪兽 那些不得不讲的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一天本来是平常的一天 奥特曼看见小怪兽变了身要上去打 但是这个怪兽脾气也暴躁 而且他的肚子异常的大 经过多元分析发现这个怪兽居然怀孕了 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小宝宝 而高思此时也看出来端倪了 于是都不敢动这个怪兽 可以说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那种 生怕惹到这个孕妇 只要一还手 也许高斯奥特曼第二天 就要上这个宇宙新闻的头条了 标题是震惊 正义的奥特曼竟对弱小怪兽 孕妇怪兽做出这种事让人气愤 没准一下子名震全宇宙了 但是这个怪兽因为是孕妇 所以他的脾气可以说是暴躁至极 而且很难受的样子 冲着高斯就冲了过来 而高斯全身都在拒绝着 但怪兽过来就是暴打高斯 就像是一个女友暴打渣男前男友一样 要不是因为这个怪兽 毫过多怀疑这个孩子是高斯的了 而高斯没有办法一个光波 让怪兽安静了下来 其实这个怪兽来到地球 就是为了生孩子的 萨兰加在要生产之前 身体的温度将急剧升高 所以他才会找到 有大海的地球来生孩子 也正是因为体温过高才会如此暴躁 最后高斯奥特曼把怪兽放进了海里以后 过了那么一会儿 两只怪兽从水面越起飞向宇宙 这个小萨兰加回去可以和自己的小伯们吹一辈子了 我是高斯奥特曼接生的 你们都不行 这回奥特曼高斯还当了一回接生婆呢 以后退休了 就不怕生活没有来源了 可以去帮怪兽接生 或者帮助奥特之母去医院工作了 帮把奥特曼生孩子之类的活 他还是可以的 好了 现在豪哥更布本期的猜图单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吧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 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